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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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最主要是要來 調製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百香果汁 百香果汁 那這也是我們今天晚餐的一個飲料 百香果汁的調製 其實上面來講很簡單 我們第一個我們就是會用一些蜂蜜 然後加到這個糊裡面 所以它現在的顏色呢 就是有百香果 跟蜂蜜的一個組合 那總共只有這兩個組合 那我們正常來講呢 還會再加上一些冰塊 好那我們 再把冰塊先加上去 OK 其實這樣就已經是一個 完整的百香果汁 那我們現在來做它的製作過程 那蜂蜜的部分 我們就不再加進這裡面 因為這個甜度呢 是因個人喜愛 那我們主要是在於做 這個百香果 百香果呢我們正常來講 就是用刀直接把它切拌 切拌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的 果實裡面的內容物呢 把它放到這個 糊裡面 那記住這裡面有一個紅色的這個磨呢 其實 呃 泥主告訴我說這個是不用的 那我們就還是不用 那 它剝的方式呢 不要太用力 因為太用力 你那個紅色的磨就會下來 你這樣有點類似像青宮一樣 那你這樣剝下來的東西都是 百香果的果肉 而那一層膜呢 就會很自然的還黏在這上面 啊 這是比較好的一種 剝的方式 那剝好以後呢 你可以給它攪拌 攪拌完了以後呢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 冷凍裡面 那等到你要用餐的時候 再拿出來 那就是一個精美的百香果汁了 那今天我們介紹百香果汁 也是我們這個開心農場裡面 自己生產的百香果 來製作的一個過程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再集